所以我们有意识了 我们开始去感觉 我跟人家不一样了 然后我有情绪了 有没有 我们有喜怒哀乐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还有 我们还有创造力 意思就是 你如果仔细看 我们连服装都是有意涵的 一开始他们是瘦的 他们是穿全黑 然后其实是没有色彩 然后到了第二个阶段 他们的搅拌上有颜色衣服 因为代表他们脚有力了 这是一个图显法 图示 就是图显这个脚有力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裤子 然后但是裤子的颜色不一样 这些人还是一样 上半个还是黑的 然后他们还是穿一样的衣服 那但是接下来 下一个阶段就是凝视深渊 他们开始有想法了 在这整段里面 所有的人都在这个深渊里面 互相的影响 欲望开始产生 就像我刚刚提到 当你跟怪物战斗的时候 小心自己不要成为怪物 所以这群人 在这个深渊里面 还没有上到 他的所谓的超人的境界 他们已经在下面 脚迫成一团了 已经发展了很多 我们所谓的人世间各种的纷乱 凝视深渊 这里 好 这一段凝视深渊 那我们要请物质来呈现人的段落 然后这个阶段呢 你会看到 他们开始用到了 还是用到手 可是他们手变灵活了 所以他们可以绑别人了 你会帮他可能只是拍对方 打对方撞对方 用身体部位 可是在这个阶段里面 人开始有心机 然后开始会想 我们这一段要跳的是 在人 是动物不会做的事情 就是困 我们请他们来跳 用进行方式 给取方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